欢迎来到陪你读录音讲要您好 我是唐玉玲 非常高兴跟大家在音频上见面 孔子培养的学生都很有气质 所以周围列国的时候 各国的国君跟清大夫一看这种气象 子兮大夫 他甚至说孔子带出来的人才 比楚国的人才还要赌 盐晦是宰相之才 子贡是外交之才 篮球是内政之才 宰我也是为政的干财 你看孔子周围列国的时候 其实是金德奇挑战 他培养的弟子里面 在外相上是什么样的气质 我们其实有时候想想看 你叫做有诸中而行于外 你是这种涵养 你自然外在会有这种表现 弟子除了在课堂上跟孔子学 还跟着孔子学办事 或者出去历练 那有时候在闲居的时候 当试者 喝喝茶 听听音乐 像真典 就是会谈背景音乐 孔闷的教育 真的很有趣 很舒服 很开放 很自由 不是那个死板板 不是像宋明旅学这样 就是人硬邦邦的 坐在那里很挺直 好像绑在树上一样 就是不是的 那还有呢就是 逝者里面 孔子还会说 何各言而至 你们为什么不言一言 你们的志向呢 在轻松愉快当中 大家把自己的心智去表明 好 那我们来看先进篇的第十三章 他的经文就是 明子四册 阴阴如也 子路 汉汉如也 然有子共 侃侃如也 子乐 若有也 不得其死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叫做明子四册 其实 你如果整个文句看下来 应该叫做子迁四册 明子迁 明子迁是这个名损字子迁 你看子路 子共 这些都是在讲这个他的字 怎么明子迁呢 没有字 直接叫明子 那有人说 一扫掉一个字叫做迁 他明明写的是明子 那或许人就说记录论语的 也有可能 有一部分是明子的学生 明损的学生 那明子迁就有名的二十四校里面 排名第二个 就是 他的后母给他穿乳化 天气很冷冻的要式的那个校子 上面已经说过了 所以不再说他的故事了 那明子四册就当着四者 在孔子的旁边当四者 古代训练学生的方法 四者也是一种方法 就像我过去的公司 我们那个公司在四十年前 营业额就有台币五千亿 非常利润非常高的电子公司 那我们的董事长磨练人 他怎么磨练 他要提牌一个人的时候 他一定让他先当纪要秘书 当个一个月 要提包包 要开车门 要安排事情 要联络这些人物 要做记录 要把董事长一天的日子安排好 一个礼拜安排好 他就知道说这个人可不可用 所以当四者是很重要的 那名子四策 盈盈如也 盈盈如也就是代表他是方正的 这个名子签的个性也像 名子签本来就是一种 这种有为有所 你看那个继孙大夫 要请他当废义大夫 废义就是继孙大夫的封地 这是鲁国最肥的地方 就像台湾里面的台北 要请他当台北市长 我们这里是选举选破头 还不一定选上 他是说 尚未我此言 我不干 如有用我 则无必再问上也 你看那种多洒脱 就跟他方正的个性有关 表现出来就是方正的样子 叫做盈盈如也 有的注解说是和乐 不对 因为在乡党帝师的时候 孔子跟上大夫 就是上亲大夫 像三家大夫都是上亲大夫 是孔子的长官 叫盈盈如也 盈盈如也就是 表现的是比较 这个态度上是比较庄重 严肃一些 对人家的尊重 那你不能说 盈盈如也是和乐 为什么 因为后面说侃侃如也 孔子对下大夫 跟他的同僚 或者下级 侃侃如也是和乐 你如果把孔子 对上级是和乐 对下级是严肃 这许如然说 那就马屁紧了 对下级硬棒棒的 对上级拍马屁 不是的 所以盈盈如也就是一个方正的样子 一种态度 庄重的样子 那子路呢 子路是 悍悍如也 悍悍就是刚强 子路 你看这个个性也像 游也果 是果断的人 游也好有过我 就是勇气超过孔子 我这边讲的都是 轮雨上面有的 子路到孔门来 除了跟孔子学习以外 他又像孔子的保镖一样 武功高强 也有军事才能 这个史记上面也说 孔子自从有子路 二生没有入耳 就是人家不敢骂孔子 孔子有这样的武士来保护 孔子跟子路是有革命的感情 子路过世的时候 孔子是跑到中庭 放声大哭 说天主于天主于 就是老天爷要亡我 老天爷要亡我 你看这两个是革命情感 跟一般师徒之间是不一样的 那燃油子共是侃侃如也 侃侃如也是非常和乐的样子 这也像因为子宫就是外交人才 篮球也是外交人才 篮球是调和人才 像财经大成一样 所以这两个都很有外交手腕 财经的手腕 所以个性就是和乐的样子 你看那个财主 篮球也很有钱 子宫也很全 那个财主就和和气气的样子 那子乐 子乐就是孔子很高兴 孔子为什么高兴呢 因为都坦率的表现他们的个性 这种叫做正直之人 都坦率的表现他的个性 他不会去隐藏的 不管他的个性是刚是柔 是这个进还是退 不管怎么样 孔子都可以交成同归于善 比如说明子前的个性是保守的 子录的个性是进往前走的 孔子都可以调成人才 那下面说 约若有也不得其死 这个黄侃读到这里的时候 黄侃就有疑问 乐有什么好乐的 你看乐后面说 像子录就不会受众 会横死 这还有什么好乐的 这张你看孔子是不是 尖酸刻薄 所以黄侃读到这里 就有点疑惑 那有的人就要改经了 他说子乐的乐是多的 叫做子曰 若有也不得其死 你不能改经 学路人说改经是大毛病 你改他也改 每一代都来改 改到我们现在 这本论语还能读吗 再来 这些大族在集结论语 他又不是你的学生 拿作文部给你改 你有什么资格改人家的 所以不懂的只能存语 那在那个读书重录里面 他说要别为一章 约上面是有子约的子脱落 所以就是子约 若有也不得其死 这个意思是说什么 包括文玄柱里面也有子约 伦语集说也说脱了子约 意思是说孔子在另外一个场合 他虽然很快乐 可是在另外一个场合想到 子路这种刚强的形象 在道直实邪 就是实局是很乱的 你的道正道 你却不收敛的时候 很容易遭到恨祸 想到这里才会很感慨的说 若子路这样的刚强 可能不得其死然 那个然就是焉的意思 就是语莫著词 没有意义的 不得其死然 就是不能受众 后来果然是不能受众 那不能受众就是 孔子周游列国回到路国的时候 子路依然在魏国做孔亏大夫的家臣 孔亏就是宰相 是魏国的宰相 那子路后来呢 有试回到了路国 但是听说那个魏国内乱 魏国内乱 快溃回来跟他的儿子 争这个国郡的位置 挟持了孔亏 要来立盟寺 快则已经跑掉了 快则跑掉叫做魏出宫 所以魏国那时候形势很乱 子路要互主 因为子路是恐亏大夫的家臣 就当跑到魏国的时候 魏国的城门已经关了 按照理想可以活命的 可是那时候忽然城门是开的 高才跑出来 高才从里面往外跑 高才也蛮惊险的 那这个高才是叫子路说不要进去了 已经内乱了 魏国的国军已经出去了 你没有必要为魏国尽忠了 因为你国军在 你做尽忠 已经不必要了 不必媚大意 子路不行 子路说他是恐亏大夫的家臣 他必须进去保护恐亏 结果他就趁着这个城门开 城门开是因为有死者 也到魏国来 所以打开城门 就子路进去 有城门关起来 惨了 后来恐亏大夫被挟持 要准备力宽宽来当国军 子路就要来保护恐亏大夫的安全 结果起了争执 后来被魏国的国军下命令 把子路砍成肉酱 子路要死之前 说要把帽带结好 结印而死 你看子路在灵命中 还是一心不乱 把他斩成肉酱的时候 孔子听了以后放声大哭 从此不吃肉酱 那有的人说 还有一种就是 一种拜官也是讲 他说 魏国的国军送孔子肉酱 孔子拿到肉酱就哭了 为什么哭呢 这魏国国军的尝识 孔子就说 我跟魏国国军没有交情 他为什么送我礼物 再来 我的弟子高才 是能够重视大义 他一定全身而退 我的弟子子路 是重视这几小义的 他这个义气很好 可是往往 这个要有智慧去分辨 这样的义气 对不对 那魏国内乱 国军又送肉酱 这个不是子路的肉酱 是谁的肉酱 就哭着把子路买了 那总神不吃肉酱 相当地是也说 不得其酱不死 孔子吃饭的时候 配菜的时候 都会有那些酱 什么厨 酱油 肉酱 等等 都是很重要的 配菜的 那这个 果然 你看孔子是可以 预知未来 那你说孔子 为什么可以预知未来 你要说 四其所以 观其所有 察其所安 人焉收摘 人焉收摘 这都轮影上面有的 就是说 好好的观察 一个人的命运 就在他的个性上 就会展现他的命运 在他谈吐 举止当中 就可以知道 真的是好命 坏命 是寿终真情的 还是未恨死的 学如然说 这个人走路的知识 我就可以看出70% 他讲话 我就知道90% 这学不来 这弟子都学不来 这叫做自祭其身乎 就是文化里面 有很多绝学 都断了传承 那你看 在义经里面 孔子的义经传承 有指下的传承 有商渠的传承 你看那个商渠的传承 孔子派他去七国 商渠的妈妈说 不行了 他都没生小孩 万一在七国发生不幸了 我就断了 后代了 孔子说安了 他会生五个 他已经快40岁 怎么生五个 果然从七国回来以后 连续生了五个 太神奇了 所以为什么后来 孔子过世以后 弟子们太识念孔子 要以游子来取代孔子 真子说不可 其他的师兄弟 也不认为可以 那举的例当中 其中有一个 就是在讲商渠这个公安 孔子都可以知道 他后面会生五个 游子能不能 游子不能嘛 游子不能 怎么可以取代孔子的地位 这就是后话了 总而言之 这一章里面 可以看出弟子们 能够把坦率的 来显现他的个性 而都是很有气象的人 刚强也表现刚强的气象 和乐也表现和乐的气象 和乐而不是气象派 刚强而不是那种凶狠 方正的人 也是表现那个 有为有所的气象 当然高兴嘛 但现场当然高兴嘛 可是事后回想 直入可能 这种刚强 正直 在这个时代好的时候 这种人是有出路的 在时代乱的时候 这种人会得罪小人 往往是感叹的 所以要这张要讲读的 那我们人生 也要懂得看自己 要如何经营好命呢 如果多多都军学 来看看自己的话 也可以从自己的个性当中 去经营好命 好 以上是这一张的大一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集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